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二十们 他们对他们这个领域的 支持又很深的奏义 所以他们的信仰在发生了真理以后 马上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今天 给大家讲的题目是 穆斯林和知识 因为知识太重要了 对一个穆斯林人家 有没有重要 说一下 学习人 学习Islam的知识 它是一厢生存 它是一败 大家不要以为 伊斯兰的文修 仅仅只限于礼拜 坟载 朝青和天克 伊斯兰的文修 它是 观穿着你整个生活 给你年代的母亲洗个酒 给你年代的父亲寄个学代 都是属于阿拉 所喜悦的文修 对着你穆斯林的弟兄微笑 我 把人家没聚择在这年轻人圈到青春寺里面来 都是算的 都是属于 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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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社会学科,他都是一种善功 所以,尔德玛语说 如果你坐下来学习安纳的知识的时候 学习古兰和身讯的时候 你们就是在做礼拜 当你传授给别人知识的时候 你是在传授这个 在做试试 当你以来求一样的知识 远走他乡的时候 它是一种伸展 一种戒害 戒害就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参加了戒害的人们 他们就是直接进入天堂的人们 大家不想进入天堂 但是不走进入天堂的大道 现在不需要你去外国去学习 不需要你去其他一切的利益 阿拉要求你 阿拉要求你 走到距离一几百里的清真寺里面 走到清真寺的大殿清真寺的舌头里面 这就是一种伸展 古兰的那些学者们 他们认为 当他见到知识比他高的人的时候 他认为 那是他学习的时间到了 当他认为 知识和他平等的一个人用的时候 他觉得 那是他们切磋的行为 当一个人的知识不如他的时候 他觉得 那是他传过知识的环节事情 当一个人 知识也不如他 也不像他学习的时候 他认为 那就是他的心是天 穆斯林的一生 穆斯林的世界 就是应该这样子安排 为什么要学习呢 每一件以外的 比如左里边 比如分枕 每一件尾巴的 每一件尾巴的 他都有三个尾巴 加上这三个尾巴 去了一件的时候 你的这个尾巴的是不小的 穆斯林的地区 是不小的 那三件呢 在改革一件成功之前 是不是还要有知识 没有知识你怎么干工啊 你怎么干成功啊 你不认识了 你怎么去准备它 所以每一件成功之前 你必须要学习 礼拜的甜品是什么 笔底是什么 深血是什么 那一样坏了 你必须从头来过 那一样坏了 你可以弥补 那一样坏了 那一样坏了 没关系 所以在干山谷之前的A 它是合理多 在干山谷的中间 合理多是什么呢 必须要虔诚的 没有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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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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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的 坏了 徒具指标的 分量 但 阿拉是无比要的 第三件 在昨晚生物之后 向阿拉引起了期望 调整我们的群主啊 但愿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善途是多好 以马虎上给你说过 我只喜欢一件事情 那就是阿拉在我的一身当中 我们能够接受我的一次口徒啊 假如阿拉解受了你的一次口徒的时候 你和阿拉 关系已经决定了 约会已经达成了 我们呢 我们干的那些山谷 干完山谷以后 从来不知道过 穆斯林弟兄们 我们干的山谷烧得可怜 然后再不要用其他那些罪恶 去毁坏它 尤其是我们的一半 我们的信仰 大家知道吗 信仰需要事事可得的保护 因为那些人 人在心上上出现的那些階段 他们无时不刻 想把你从伊斯兰当中过滴出来 所以用知识的人 和没有知识的人 因为阿拉说 布蓝集里面像 1000 5 联系 演奏 X02 20 作识 , 是当中命令现实们要去清职的 大家知道阿拉在弗兰节里面说 你们必须礼拜 你们必须出讲课 你们必须分担 必须消敬双情 阿拉同样在第九章一拜二十二节里面说 阿拉说 穆斯林啊 当时圣人阿里路撒达姆 然后刚开始传教的那个传教初期 是晕人时刻 是让阿里路撒达到达曼兰以后 曾经扁过一个华民车 通缉了穆斯林曾有三千多人 当时是非常晕人的时候 阿拉命令人们 穆斯林会应该分成两半 一半 两半干什么呢 一半去打仗 作战 一半呢 留在生日的时候 一遍学习伊斯兰的知识 一遍 一遍 在同族者幻想的时候 假如经过 一遍掌用尽体 一遍掌用尽体 因为那些参加 参加战场的那些 参加都政的那些人 参加圣家的那些人 一旦失去了知识的引导的时候 不过 就可以骗过 所以阿拉这一段阿业 第九章一百二十二千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来是 行动 加指示 指示 来引导你的行动 大家想一想 阿拉伯这一世穷指的人 和穆斯林的士兵 想起病毒 并且在这一道阿耶里面说 这一切坐在生人的身边求职 伸到他们的同伴回来 引导他们的人 是他们的老师 这就是求职 Islam这个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Islam的知识没有的时候 你就不是一个黄奸子 没有知识的时候 不知道这么多山谷 也不知道你的山谷 在什么时候被破坏 所以阿兰在第二十章 114节里面说 你说我的主啊 求你增加我的知识 大家知道吗 阿玛米里面是谁啊 这个对象是谁啊 是我们比达的 Mohambad 沙拉罗阿姨 是我们的圣人啊 我们的圣人是这个大地上最有知识的人啊 圣人阿里里面说过 我是你们的最有知识 也最敬于阿拉的人 就是这样的圣人 阿拉的圣人 阿拉亲自传授给知识的人 阿拉命令他 阿拉 明天说 你增加我的知识吧 主啊 你增加我的知识吧 如果圣人 伤其需要 明天 七七二二 同家她的知识的人 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所以是达民斯拉伯斯拉伯说过 求知跟民奔 一样是合并一动 是全面 在布兰经当中啊 有好几处 阿拉用实际的例子告诉人们 知识的高贵 在蚂蚁掌 第二十几掌 大家回去 希望大家能够回去以后 认真地去反映一下布兰经 在马虹讲完以后 应该回家去看一看 古兰经到底是这么说 这也像一样 在《蚂蚁掌》 第二十到二十五节当中 阿拉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苏勒马达民斯拉伯的 图对当中的一只小妞 等心妞 都对了 然后苏勒马达法师 他回来的时候 我用严调的诚法 除非他有足够的理由 然后这个丹心妞回来以后 他说 我知道了一不知道的事情 我从三百里带来了 一个更高的消息 下面的这小话很景点 大家看 一只羞羞的丹心妞 在他淡淡的话里边 把一个国家的真挚 这次 景致和文化 信仰 三个独白都传达出来了 他说 我发现一个夫人 通知着这一个国家 这是他们的真挚情况 要不说 他获得万物的消息 他有一个庞大的工作 这是他们的景致情况 我发现他们的成平族 奢侈珍珠而出的太阳 这是他们的信仰文化 这些是小妞 在苏拉玛丽 在苏拉玛丽大楼往往面前 很骄傲地说 我知道了 为什么不知道 阿玛告诉全世界的学者们 当你有了很高的知识 很远古的学问的时候 想想这一段而已 一只丹心鸟 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说这一句话 提醒大家 每一个有知识的人上面 还有一个更有知识的人 就像中国人说的 人为人 善为人 表示能够一致应该谦虚 知识应该一致 用谦虚来装饰 一致的知识 然后不断地去增加这个知识 这一只小妞 所以很多眼睛不来解释的人 对这一只妞 这一句话特别的感到惊奇啊 他就这么惊奇 把一个国家的真识 警示和武法 完全会报告的事 马上的意思了 为什么一只小妞 面对着 大法人 警察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掌握了一点知识 阿拉告诉人们 告诉穆斯林们 你想得到什么高贵的话 必须要通过知识 一点点知识可以把最弱小的小妞 变得非常强大 然后在苏勒马人的面前 可以放肆地说 我知道 你所不知道 然后苏勒马人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跟苏勒马人商量 要给这个瑟勒马人的女王 一个香花皮 要让他们呢 尽快地加入Islam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要把这个女王的波索 拿过来 然后苏勒马人就说 你们都有谁能给我拿来她的波索呢 有一个警警啊 苏勒马人大家知道 苏勒马人的五屈尸警警啊 古兰青就这样说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警警说 在你离开你的座院以前 我可以拿来她的波索 然后呢 苏勒马人公显 有一个又知识的人说 分身间 我就把她拿来递 这个用知识的人名字叫阿西夫 这个阿西夫呢 做了一个独爱以后 女王的波索 瞬间就出现在了苏勒马人的面前 穆斯林基训们 苏勒马人为什么用肘子呀 那个精力给她慢一点拿来不行吗 不是 苏勒马人用实际行动 告诉所有人们 告诉所有人们 知识 有任何理由 要求 着 阿尔 阿拉斯图兰经当中讲 难道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相当吗 意思是 他们的身份能估计要吗 他们的干本的质量能估计要吗 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想法能估计要吗 他们对待别人的时候他们能估计要吗 在很多地方有着以色列姆知识的人和没有以色列姆知识的人 截然不同 所以阿拉斯图兰经当中 可惜的是什么 吉祥阿拉斯第五十三章当中说 你一当避开这些违逼我们教会 不学习古兰和身讯 然后呢 职与相受警示的生活 那是他们知识的程度 意思是什么 在党代有很多人们 比起了古兰和身讯 认为那个没有错 然后他们只需要警示 所以他们知识的程度就是警示 为净土 阿拉斯图兰说 他们光知道警示 他们特别明白怎样做事 特别明白怎样去发明一些 改变什么生活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远远不知道 古事里面应该怎么办 如果古兰青岛只有这一大议 第三章第十八节 这一大议的时候 学姐们就 他们的经历已经够了 阿拉斯说 圣洛拉夫 阿拉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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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阿拉 和天下们 和一些有知识的人们 他们所证 万物非诸 只有阿拉斯拉夫 大家想想 阿拉斯拉夫 把一些学者提到了什么 阿拉支持和天使的後面 這是何等的光榮啊 但是你在這兒要細心的想一想 阿拉是我烏魯雷 有知識的人 比如說烏魯雷 有信仰的人 信仰和知識是有差別 阿拉在這兒說 有知識的人才有資格作證阿拉 因爲信仰的人為敵 阿拉的意思是非常精確的 所以各位弟兄們 我呼籲你們給自己的信仰 講上一次防護照 那就是古蘭西區的恩 以斯拉姆的知識 希望我們每個人 都能夠贊成這一次 神經病的光榮 大家不要在這裡 所以學者就是那些 站在高高的槍塞上 殘忽忽忽的殘土 在那兒出入學所的人 是那些指導了一年 然後實踐了的那些人們 他們也是學者 但是 我們中國的牧師也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凡是中國有一個情侦師 當過阿虎的人 他就是彼此是個阿虎 即使他是個不成績也罷 或者是混上去的也罷 把他當作阿虎 凡是知識很好 但是沒有問題 能學的那些阿虎們 就是正業的那些阿虎們 從來不當作阿虎 我堅決分別 我覺得有一些正確的 並不是阿虎 這些正業的 從來沒有當作阿虎的人 他們有一些是很好的阿虎 他們就是學者 當然我這個人反對 可能沒有多大的作用 大家就能結束這個環境 要從知識的這個標準去和亮 而不是要把這個職務 把這種工作 當作一個學者的粉水鏡 或者別的標準 這樣是不公平的 看一看阿虎 阿虎是怎樣接近那些學者的 阿拉的第三十五章 第二十七二十八章當中 蘇拉法庭 裡面講 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阿拉從雲中降雨 然後雲裡產生何種菠石 染上有白色的 紅色的 鴿色的調味 有七黑的顏色 人類耶穌神學當中 也有不同的種類 只有阿拉的徒人當中 只有學者 大家看到了嗎 阿拉的徒人當中 只有學者 才會經歷它 這一句的前面 將得不是伊斯蘭的知識 它將得是天文 和地利 動物學的知識 那就是證明什麼 人物可以通過各個學科 來認識阿拉 然後變成信仰的動力 然後變成執語 阿拉的徒人當中 執語學者 所以這個學者 他前面提到的 這些天文 地利 這些動物 知物 這些學者 就是什麼呢 學者 他並不光是伊斯蘭的學者 當一個人與其他的科學 社會學科 遭到阿拉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還有 阿拉在布蘭經當中 在蘇勒太哈佛 《閃動章》當中 講了摩薩群之的故事 這是大家二十度理想的一個故事啊 我要求大家 重新再認真地去做理想 或者繼續遇行